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小布包里珍藏着他五十年的秘密 他是谁 秘密又是谁 最终又是谁揭开了这种谜底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李文祥布包里的秘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优秀副转军人系列节目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名叫李文祥 今年已经87岁 他家住在河南省蒲阳市范县白衣葛乡北街村 李文祥是一位历经过战火的老兵 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 他始终带着一个已经泛黄的小布包 辗转离乡千里迢迢 老人始终精心的保管着布包 是什么秘密 让他坚守了五十年之久 让我们一起走进北街村去认识一下李文祥老人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原农家小院 只是挂在门口的这块光荣之家的海边 才让人感到这家的主人有些与众不同 他是李文祥的妻子陈宝珍 年纪比李文祥小十岁 福建泉州人 六十年代初和丈夫一起搬到了这个村子 这个主着拐杖 步履蹒跚的老人就是李文祥 从福建回乡之农回到村里 他当了二十多年的村主任 养成了每天都要在村子里转上几圈的老习惯 如今村主任虽早已不当了 这个习惯还仍然保留着 今天北街村的人大都不知道 1925年出生的李文祥是名老军人 他1948年参军 1949年入党 离任解放军某部的班长 排长和少尉副连长 1956年 李文祥转业到福建省建设厅建设工程公司 保卫科当干事 第二年和陈宝珍结婚 婚后 陈宝珍就发现 丈夫有一个小布包 但从来没让人打开过 1962年 政治国家困难时期 国家号召干部下乡之农 脱离干部身份 变成不吃商品粮的农民 这对很多国家干部来说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李文祥当众要破手指 在回乡之农决心书上按下了手印 1962年 他们夫妇俩千里迢迢从福建搬家到了河南农村 临走时 李文祥扔掉了许多家大 可陈宝珍发现 丈夫仍然带着这个小布包 并精心的保管 送到农村 到农村感觉后悔他没法了 没法都跟他来了 来参加劳动 从那时期 李文祥就一头扎在了农村 他用行动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要在农村干出成果来 再向农住贵族 董明亮是李文祥他们北街村 现任村委会主任 1962年 李文祥回乡时 董明亮才11岁 乡亲们的生活 李文祥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然而 李文祥除了和村民一样 吃不饱饭外 还又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困难 没房子住 不久 李文祥在村旁的一个破庙里 安了家 在福建 李文祥每月能领到60多块钱的工资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可是现在他一分钱的工资都没有了 但不管困难有多大 条件多艰苦 始终阻挡不住李文祥 带领群众致富的脚步 在地的干事干 我总在带领群众 还没有生活 还没有 在乡亲们的眼里 李文祥抓生产很有办法 竟然用西瓜换回了耕牛 接下来这件事让村民对他更是刮目相看 李文祥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学会了种水稻的技术 为了让土地多大量 李文祥手把手的教会了村民栽种水稻 当年就解决了乡亲们的吃饭问题 现在范县村民已经熟练掌握了在黄河滩上 插阳中水稻生产大米的技术 不但解决了吃饭问题 半县大米还涌消全国 这不能不说有李文祥的一份工夫 1963年 李文祥被推荐的村之书 遗憾就是几十年 村里的生活一天天富裕强 他们对李文祥更加信任 然而李文祥却决定 年年用改选村干部的方式 让群众评价一下 自己和他所在的村领导班子 李文祥感谢乡亲们的信息 更没有忘记自己织农的承诺 他把小布包藏在了柜子里 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的过去 2010年的夏季 李文祥不幸得了脑血栓 经过治疗恢复得不错 但腿脚有些不利 女儿担心李文祥的身体 让他轻易不要出门 李文祥偏偏不听女儿的话 照样在村子里转 遇到什么事还是照管 董明亮在为今年的春汉发愁 今天他特意来找李文祥 就是要与他商量 麦田看汉的事 春汉对他的人都很认识 心也挺平衡 看着这个人家帮助 春汉给你这个酱酱辣辣的 砸着过后 砸着砸着 你给你这个 提供点 这个支付的门路 他不当了 他得关心对立的这一些事 他说 在甲北有两岸井 人家有鱼了 所以你抽不出来了 你付这 他说 找一般的 大井里带在那个井上 你套套 他说 我付这 人家井杏 我拿钱 别看李文祥对村里的事这么大法 其实他家的生活并不富裕 目前他的生活来源 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靠种地的收入 二是民政部门 最近几年每月 给他发的补助金 他退屋的 退屋装部照顾的 屋装部照顾的 也有三百八 这就是群众眼中的李文祥 和他们一起劳动 和他们一起挣公分 和他们一起 把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农村老人 然而有一天 乡亲们重新认识了 他们熟知的李文祥 2011年元旦刚过 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公 下乡走访慰问群众 看到李文祥家门口 那块光荣之家的牌匾 就走了进去 现在的建设 完了以后呢 回家有困难 就回来了 这专业就专业 这回来就回来了 你历过什么 这几个金工的还在吗 这些 拿来我看看 慢慢走啊 以前的我没见过 不过我知道他 反正有个这 搞得丑头的 我不知道在里边是啥 也没管我 也没问过 这一个姑娘 嗯 这一个金工长 哈哈 这个 看看 我都放开 这就放开 哦 哦 这就手表 这些负丫 二法律赤料 三司 副连长 嗯 副连长 二年六年 嗯 我只知道他 他是一个 是一个漏柄 什么 大武长 只知道他一个漏柄 但是他没提过他不提 这些军工章的主人 就是李文祥 这就是他那小布包里的全部秘密 要不是神尉书记卢展公 恰遇李文祥 从他的小布包里 发现了他原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特等功臣 一等功臣和战斗模范这些荣誉奖章 恐怕他这个隐藏了近50年的秘密到现在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一枚枚军工章把我们带到了李文祥参加解放战争中那段难忘的激情岁月 攻打济南城 李文祥担任报复组长 到爆发以后 整凉凉都砸掉了 那咱就不得上了 有七个宗队人马 从他炸开的城门冲进济南城 为此李文祥领了二等功 攻打上海的战斗 李文祥所在牌 欲敌顽强抵抗 一个牌只剩下了三个人 他跑飞 回来回来 都装失败 他出来的手头 都不知道 他死了死了不过 让脚踢的 吃了脚踢 死了什么 他说到黑盐上几个 那啥 那没有 跑着飞的 跑完两半边的 早上的不对啊 早上不认为 哎呀我说你死了 他说装是不装是 晚了我说 又装一装装以后 给他拆了难度 在淮海战役中 李文祥复战英语 荣立了特此功 在隋队进军福建时 他又荣立了一等功 一等啊不下轮就崩下了 崩下了 手轮都扔了下来 一扔手轮也打起来啊 上车 盖一把 打一把 盖一把 打一把 热热 看热热 晃呀 嗯 待会儿 他这样举着个悲气 透神啊 在进攻平坦岛时 李文祥的部队 抓了五百多个部 战斗结束后 李文祥因作战勇敢 组织指挥友方 被评为战斗模范 这几部片子呢 都是八一电影制片展开设的 这是大决战 大决战三部 辽沈 平津 淮海 对对对 您参加了大决战 在村子里 李文祥爱看反应战争题材的影片 是出了名的 这一下 人们才找到了原因 从这些战争场面中 人们也理解了 老人为什么要把得到的荣誉 珍藏起来的真正任务 这是李文祥第一次到学校 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 学校领导让他穿上军服 再把奖章挂上 这也是李文祥回乡后 第一次穿上 挂着奖章的军服 知道了小布包里的秘密 老人在村民眼里 成为了一个英雄 一个名人 但李文祥还是那个李文祥 无论日子过得再苦再难 他从来没有因为 自己是国家的功臣 向国家伸过一次手 向组织上提出过一个要求 今天一大早 女儿李金英夫妇 要去自家的麦田 看看能否给春小麦浇些水 当了多年村主任的李文祥 我放心 执意要跟着去 他说 天气刚刚转老 如果麦田浇水浇早了 突遇寒潮 会把春小麦冻死在地里 梅根不好 不够苗 嗯 汗了 汗了呀 梅不好 要好人 老春 那梅才好 在村民眼中 他还是那个普通的老人 还是那个普通的老兵 在长江边入党时 指导员就告诉我 党员就要有个党员的样 解放战争 李文祥参加了大大小小十余次战斗 每次他都作为爆破手 貌似冲锋在前 眼看着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倒下了 而他却幸运的活了下来 李文祥说 比起牺牲的战友 自己能幸存 已经感到知足了 也因此 五十年来 无论回乡务农日子 过得多么艰苦 李文祥从来没有主动 向国家伸过一次手 向组织提出过一个要求 坚守着那份老兵的责任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个退伍兵回到地方 凭借何种能力频频跳槽 从战士到国家公务员 从高中生到本科生 他付出了什么样的艰际 面对新的挑战 永不自满的他 将如何发起冲锋 和平年代下期为您讲述 张昌满 永不自满